来 这写的什么呀 离奇古怪的 这是用生命换过来的 肯定有牺牲的价值 会不会 是电报的密码呢 密码 跟我来 这都是我们结获的神秘点报 我试着用了很多办法 都破译不了 这个是我们第一次结获的 我觉得跟那次的军活有关系 所以标几位GH一号 杀了刘文昌 刘文昌 杀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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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外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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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刘文昌 杀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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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她进来之后一直都这样 哎呀对呀 疯疯玺ござifer 你 那你打开了 刘 COMMAND 刘甘 你在哪 刘甘 你在哪 刘甘 Deshalb不许牵 是 是 救护老外婆 杀死你 杀死你 石沟火车站接火 桃花源 老义没错 小和给你的 就是破译神秘电报的密码 桃花源什么意思 可能是一个人 或者是一个组织的代号 那陆小和 怎么会有这个 什么代号啊 这东西 一定是花小龙 他已经知道自己 无法摆脱困境了 所以就做了两手准备 把一份密码给了小和 小和同样知道自己 也无法摆脱困境 所以让他的同学 来替他完成 那就是说陆小和早 知道刘文招不是汉奸 他天天喊着要杀刘文招 其实在保护他 没错 这次对峙也是他刻意安排的 只不过他没有办法 亲手把密码交给老爷 这孩子太厉害了 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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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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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外婆 老外婆 小和 小和姑娘 杀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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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点了吗 你好点了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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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和姑娘 你 杀死我 的办法成功了 刘文招那个大汉奸 你让山木子郎给打死了 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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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经替你母亲报仇了 替母亲报仇了 报仇了 小和姑娘 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知道 知道我是什么人 小和姑娘 我才是真正杀死你母亲花小荣的凶手呢 杀死花小荣的凶手 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 他是怎么死的啊 我是用碎玻璃 碎碗 一片一片一把一把地塞在她的嘴里 一片一片一把一把地塞在她的嘴里 她哭 她跪的地下求我 我都没有停手 跪着求你 不停手 她流了很多很多的血 很多很多的血 文章 文章 那你不肯住 你不肯住 是的 你不肯住 我肯住你 你不肯住 你不肯住 我肯住 你不肯住 我肯住 我肯住 怎么样 他根本就没有封 完全都是装的 他肯定是共产党 这都不重要了 文件事我想知道 他为什么当面指证刘仁昭 而且他那些封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文雅等 你告诉我 我应该是高兴还是应该哭 记得我和你说过 我不希望小何和我们一样 过这种刀尖舔血的生活 该牺牲的让我们牺牲 该付出的让我们付出 不要让孩子也走我们这条路 他们应该过平静的 没有任何风险的生活 说句你肯定不爱听的话 今天的这个结果 是我以前最不愿意看到的 可是我突然发现自己好愚蠢 好自私 小何的同学 当着我的面打死了自己 在失去生命的同时 脸上竟然还笑得那么灿烂 他让我明白一个道理 孩子们是不是幸福快乐 不是我们能够主宰的 是他们自己创造的 那位男同学是这样 小何是这样 其实我们年轻的时候 不也是这样吗 我妈妈等着你呢 黄泉炉奈何桥阎王剑 我妈妈等着你呢 黄泉炉奈何桥阎王剑 你敢去见他们 我妈妈等着你呢 黄泉炉奈何桥阎王剑 你敢去见他们 到底是信口开河呢 还是想暗示点什么 方子小姐 你让林皓然立刻来见我 我已经一天没有见到她了 她不是每天都要向你汇报情况吗 是 可是今天她没有来找我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我妈妈等着你呢 黄泉炉奈何桥阎王剑 每一扇门都给你开着 你敢去见他们 都带几个人跟我立刻出城 是 什么发现也没有 什么发现也没有 我就不相信陆小河 捉得真是疯化啊 有温钊 也不会是听不明白 搜 继续搜 扩大范围 方圆一公里 仔细搜查 是 怎么了 老爷 所有的电文都已经破译了 桃花园是日本特高科 在江口设立的秘密组织 直接受土飞渊的领导 这个组织不仅在江口有 包括西川 重庆都有 松田昊是江口组的负责人 说明这个特务组织 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 就已经有了 松田昊是这个组织的负责人 还记得他去荣东做买卖 其实做买卖是假呀 从事特务活动才是真的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就在老蒋忙着搅供的时候 日本人已经为全面的 寝华战争做好准备了 把这个密码本赶紧 回报给上级 我知道了 还有 跟上级请示一下 要抓紧时间 把陆小和给救出来 嗯 我现在就去了 兄弟们 找到了 来 Luna 林皓然 应该是昨天正午之前被杀的 凶手和他的距离不超过两米 昨天正午之前 刘文昭是昨天上午十点四十离开的 冰江路五号 他应该有这个时间 所以说 是刘文昭杀了林皓然 陆小和庄丰卖傻 处心积虑 要和刘文昭见面 暗示他到墓地里去 不会是仅仅为了杀一个林皓然 他有别的原因吗 陆小和应该很早就知道 林皓然的身份 如果要杀他的话 不会等到现在 而且 他肯定不会 让刘文昭来冒这个险 赢 先把他带回去吧 小和被关在日本人的军医院里 那儿的房备看似松懈 实际很严 除了医院本身 有一个日军小队的守军外 桂田的宪兵队 不超过五分钟就可以赶到 看来不管我们做什么 都会鱼死网破 两败去伤啊 而且都会暴露 你跟他汇报了吗 我们必须要心想出办法来 有什么办法能够既救出小和 又不暴露刘文昭呢 那要看松田昊和鹰木方子 是不是已经发觉了 走 出去转转吧 在车里等我看看有没有尾巴 你要去哪儿啊 我去墓地看看 去墓地干什么 老爷能听得出小和给他的暗示 松田昊会不会也能听得出来 一东洋鬼子 能听到中国话就不错了 还抖什么叫暗示 千万可别小看了松田昊 他十多年前就来中国了 对咱们国家的了解 不见得比我们少 好 等着我 华晓荣留下的密码非常重要 使我们能够掌握 桃花源在全国其他地方的 行动情况 上面非常地重视 还特别提出对我们嘉奖 我现在 没时间想什么嘉奖 我想咱们把陆小和给救出来 好 你马上拿出一个营救方案 我们一起研究 当年你能把他从我的手里救走 我相信你同样有办法 能够把他从日本人的手里救出来 别小看松田昊 他是一个很可怕的人物 还有比你更可怕的人吗 那天小树林 到底发生了什么 难道他真是刘文昭杀人吗 我相信您说的话 陆小和 决不上刘文昭去杀人的 陆小和怎么样了 医生已经检查过了 间歇性 精神分裂症 间歇性 间歇性 精神分裂症 会长 会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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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托各位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会长 清单都列出来了 不过 就算我们全年的盈利 也迫补不了上一次的亏损 如果把松田行行上一次的亏损 忽略不计呢 那样的话 基本可以持平 方小姐 得麻烦你件事啊 麻烦你去趟监狱 找一下从天昊 拿这份清单呀 跟他摊牌 你应该知道 我们这个商行是跟 是跟你们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的 我绝对不能 不能给那黄军的败类买单 对不对 会长 我有话想跟你单独谈谈 可以吗 没问题 你们先出去休息吧 休息吧 方小姐 请 谢谢会长 请坐 刘会长 我和舅舅谈过 请他帮忙讨松田洋行的账 舅舅说 松田洋行的损失 应该算在抗日分子的账上 为 为什么呀 也就是说 恒泰应该为他们买单 为什么替他买单呀 他是帝国的败类呀 松田先生不是帝国的败类 他跟您一样 是为了帝国工作 是吗 是吗 老爷呢 老爷刚来电话说不回来吃了 是吗 跟谁谁办去了 松田浩 谁请谁啊 松田浩请老爷 下去吧 正好 看来 这回真要出问题啊 我 松田军 找我 小 小和 小小小小的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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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河姑娘 我们做个游戏好吗 孙天俊 你这干吗呢 孙天俊 你这干吗呢 孙天俊 孙天俊 你看他 多投入 他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 忘我的境地了 这种境界 不是你我想进就能进得去的 不是吗 小河姑娘 你的浩然哥死了 浩然哥死了 死了 死了 他也留了很多 像我们一样 鲜红鲜红的鞋 一样的鞋 一样的鞋 我们再做一个游戏 好 孙天俊 这是干吗呢 打死他 什么 这样的话 他也会留出很多很多 鲜红鲜红 很美丽的鞋 来 什么 好 只要抠一抠这个扳鸡 一切都会发生的 我有这 这种玩笑可不能开啊 孙天俊 你 你是不是疯了你 二 孙天浩 三 三 刘文赵 现在你还觉得 都疯了吗 嗯 我觉得呀 你疯了 真的 你 你真疯了 我 我在门口等你 看着他 看着他 精神病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疯子 有很多种 从病理线上来说 大致分为精神分裂症 妄想症 自残症 还有虚幻症等等等等 你觉得陆小和是哪种 哪 哪种 他哪种都不是 因为他本身就是装疯 这还是装疯 您是不是嫌他疯子不够啊 针疯和装疯有很大的区别 有些人明明很聪明 可是总是喜欢装疯卖傻 可是他们对基本的病理 又不太了解 所以只能够鹦鹉学舌 就你刚才看到的那样 鹦鹉学舌 文哲俊 到我家喝茶吧 好 那就麻烦你了 添麻烦了 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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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昭君 嗯 去过墓地吧 墓地 什么墓地 花享荣花夫人的墓地 去过呀 不是跟你一块儿去的吗 可后来呢 后来就没去过呀 人都死了就让他入土为安吧 你不想再去看一看小何的母亲 你的司机探吗 什么意思啊 可你明白陆小何在说什么 不是吗 不是吗 陆小何处心积虑地安排了一个对峙的场面 不就是暗示你 要去看一看他的母亲吗 文昭静 你千万不要跟我说 你没有听懂他的暗示 宋天军 我真的不懂你在说什么 什么暗示 怎么那么一个疯孩子的话你也信哪 没想到 一向光明磊落的文昭君 今天是怎么了 我依然是光明磊落的 我怎么反而觉得你有点不磊落 什么意思 陆小何是个疯孩子 他说什么话 我是真听不懂 也许你能明白 陆小何根本就没有疯 这你我都很清楚 我后来去了墓地 还去了墓地后边的小树林 知道我碰到谁了吗 谁啊 林浩然 林浩然 陆小何的男朋友啊 是 他在那干什么呀 给花小荣守灵啊 这个 可能文昭君比谁都清楚 不是吗 我真的不清楚是什么意思 林浩然死了 是被人杀死的 死了 这是不是很巧啊 我 怎么会死的 和你没有关系吗 林浩然死就死了呗 他死不死跟咱们没什么关系 好了 文昭君 我的确是找不出 文昭君去过墓地的证据 也没有办法戳穿你的谎言 我看 还是按你说的吧 直接了当 文昭君 杀了他 杀了谁啊 杀了谁啊 陆小何 刘文昭 刘文昭对松田号的测试 确实有过准备 也做过许多设想 但他还是没有想到 对方会提出这样一个 近乎残忍到极致的方法 分恨之余 他不得不承认松田号聪明 他的这种方法 确实是最直截了当 也是最有效的 孙大爷 您不是在开玩笑吧 让我去杀一个疯孩子 我可是看在朋友的面上 给你一个杀人灭口的机会啊 你说真够黑的 你用这种方法来试探我是吗 就算是吧 因为你太不让人放心了 做人是这样 做生意也是这样 我明白了 你这是不相信我 你这是逼着我当共产党 你是不是共产党 谁说的都不算 这要看你的表现 不是 我什么表现啊 我必须杀一个疯孩子 才能表现出 对皇军的忠心是不是 别人怎么表现是别人的事情 对于你来说只有这样 文昭静 你实在是太狡猾了 经常会做出一些 让人不可理喻的事情 我有那么复杂吗我 这已经不重要了 好在我找到了一条 直接而又简单的办法 你只要看 你我之间 不是朋友 就是敌人 没有第三种关系 是 字写不错啊 怎么了 一定是松天昊给他测试题太难了 我都想不出办法了 不就一松田昊嘛 现在我就宰给他去 你还是把我宰了吧 行行行行 别弄这些烂字了 到底怎么了 你们说说 我是当关云长的 还是当蒋干的 你想唱戏啊 要当关云长就好办了 咱们现在呢 马上就卷铺盖卷走人 花儿路十号 从今天开始寿终正寝 如果当蒋干就麻烦了 我得杀人呢 杀人 你们谁比较心狠手乱 当然我了 你说吧 你要杀谁 你让松田昊三更死 我绝不留下倒五更 不是杀松田昊 那杀谁啊 陆小和 我 松田昊的杀手锏 是让你杀陆小和 刘文章下部会怎么做 会杀陆小和吗 肯定不会 他总得给你个交代吧 这正是我所需要的 我到底要看一看 刘文章给我一个 什么样的交代 小和不能死 我也不想死 你们说怎么办吧 好办 老三 救人事你想办法 今天晚上无论如何 把小和得救出来 松田昊那儿 交给我处理 松田昊要等着你去救人呢 今天晚上军医院 肯定是戒备森严 如果你们去的话 只有一个字 死 那你说怎么办 哎 松田昊能够出此下策 说明他已经江郎才进了 等于是赤膊上阵 他想赌 我就陪他赌一把 怎么赌 是啊 怎么赌啊 怎么赌啊 问谁呢 这就是刘文章想出的办法 这也是唯一的办法 也是一个愚蠢到家的办法 他自己身处险境谱说 还极有可能把特星组 完全暴露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 陆小和豁出性命 把我们带来了桃花园的密码 我们有责任保护他 那也不能拿着鸡蛋 往石头上撞啊 刘志豪 咱们都在一条船上 不能所有责任都让刘文章 一个人扛吧 再说 不是有人打入桃花园内部了吗 不是吗 戴局长命令我们折服 不到关键的时候不能启用 现在就是关键时刻 他牵扯到整个江口特行组的命运 为了一个丫头 打乱戴局长的折服计划 这个丫头牵扯到刘文章的命运 牵扯到整个江口特行组的生死存亡 金香玉 你们联手害死了我的孩子 还要让我帮忙救刘文章的孩子吗 孩子的事和刘文章没关系 你敢说没关系 一个无辜的生命 成了所谓感情的牺牲品 你是要报复要挟我吗 我被党部付出的够多的了 偶尔有点私心 也没什么 刘志航 你当初堕胎的时候就该想到 我是一个小心眼的人 是 要报复你冲着姑奶奶我来 这件事你必须得帮 你要不帮 信不信我做了什么事 轰动整个江口 让你没法向善美交代 我不信 怎么样 他们俩谈得怎么样 很难 刘志航的报复心理太转了 已经失去理智了 这小子是逼着我出面跟他谈的 他已经把私人恩怨凌驾 在工作之上了 你还怎么说 不管怎么着 你得想办法找他谈一死 松天昊说 黎沙陆小河的日子 只有两天 你这种反常规的做法风险很大 我没办法向善美交代 冠冕堂皇的话咱就不用说 我就管了 咱俩聊聊这桌子底下的话行不行 好啊 你不是很喜欢玩感情游戏吗 我也一样 我的孩子还没有出生 就被你们给扼杀了 换做你 你会怎么样 你看啊 陆小河做出的贡献啊 你得到了上边的嘉奖 对吧 可是他呢 现在被逼到了死亡的边缘 你 我敬重他 我可以为他申请党国功臣的成功 他才不到十八岁 可是我的孩子还没有出生呢 我找谁说理去 你信不信 你信不信我去当真汉奸啊 什么 我要当真汉奸 又吓我了 你和金香玉还真是不屌一致啊 我告诉你 我不怕 我现在我什么也不怕 不就是当汉奸吗 不就是要毁掉特性组吗 不就是要把我们所做的一切功亏一亏吗 我告诉你 我不在乎 你尽管去做 去他妈的什么赵先生 去他妈的什么党国 我只想为我的孩子报仇 为了报仇 毁掉党国的前途都在所不惜啊 党国的前途那都是一屁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别说你刘文昭来了 就是委员长来了 也不会改变我的主意 老三 老三 进来吧 老爷 老三 进来吧 你去他妈的什么赵先生 去他妈的什么党国 我只想为我的孩子报仇 快点 连夜赶往重庆 交给刘长官的长官 明白吗 是 去吧 等等 走 刘文哲 你又黑我 我也没办法 对了 如果谁敢挡架的话 格杀无论 速去速回 快点 知道了 老爷 你站住 刘文哲 你赢了 我的哥 说句实话 你的孩子没了 我跟你一样的痛心 因为那个孩子姓刘 跟咱们一样 死了以后 是要进刘家祠堂的 先生 我们刚刚接到南京组的密店 他们正在调查一个 共党的地下组织 要求我们押解陆小和 去往南京 陆小和 是 他们是陆小和 是共党在南京 上海 江口 三地的秘密联络人 很有价值 需要我们配合 电报核实过吗 密码呼叫方式都没有问题 我们还是要小心一点 打电话核实一下啊 是 先生 刘文昭 好像有一大笔声音要做 什么声音 还不大清楚 打电话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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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南京组 我是江口组 请接钢天组 是 我帮你转接回去 你好 我是钢天组 请讲 钢天组 请问你们是不是 要押陆小和去南京 是的 陆小和是共产党 在南京 上海 江口等三地的 地下党秘密来乐园 对我们调查共产党的秘密组织 有很大的帮助 陆飞员将近对此非常重视 请你们务必配合 你好 先生 已经确认了 电话 是南京组的钢铁少佐接的 他说这是土飞员先生的意思 真是太奇怪了 我们刚要用陆小和给刘温昭施压 他们就要陆小和去南京 我觉得这是一个营救计划 可是所有的联系方式都配得天衣无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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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